台灣即將要大規模的開放美豬美牛進口 總統蔡英文在今天是親自召開了記者會率領副總統行政院長來出席 宣布美豬美牛書台的重大決定 蔡總統說這個決定能夠促進台灣的關係 加速雙邊經貿協定 而且她還強調說絕對不會影響到台灣豬農生計 並且設立是100億元的養豬產業基金 但是要來看到了在過去呢 蔡英文在在野時她上街反對美豬美牛 現在當家執政卻是敞開大門 總統蔡英文領軍副總統賴清德 隔魁蘇貞昌副院高層全面出動 宣告迎接美豬美牛 替台灣做出一個關鍵的決定 解決一個懸蕩已久的問題 我們已經做過整體的評估 認為現階段進一步開放美豬美牛的決定 是一個符合國家整體利益 以及未來戰略發展目標的決定 它也是一個能夠促進台北關係的決定 原本就有部分美牛書台 蔡總統要放寬30月齡以上的美牛 也能進口台灣 美豬因為含有俗稱瘦肉精的萊克多巴胺 最不被國人接受 未來也將訂出容許值 也是一個確保台灣農業生技不受影響的決定 請大家放心 政府絕對不會犧牲本土的本國的豬農的權益 國產豬肉的市占率達到九成 競爭力也在持續的提升當中 但是我們能將設立100億元的養豬產業基金 確保我們豬農的收益不會受到影響 蔡英文再三保證不會影響國內豬農生技 但也怕引起反彈 先將民進黨立委開午餐會溝通溝通 蔡賴蘇三巨頭壓陣 過去民進黨在野時對美豬美牛書台持反對意見 現在小英被酸雙重標準 2012年到現在歷經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在當時沒有成就的條件 我們現在也看到漸漸的成就了 那我們所需要的累積的這種資料 資訊跟研究的觀察 在這段時間就讓我們更有信心 政策大轉彎 總統堅持台美關係就是關鍵考量 吞下美豬美牛換取台美經貿協定 記者詹潮成 邵玉敏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蔡任府在今天宣布大規模開放美豬美牛進口 但是過去民進黨在野時 卻是大力的反對收益美豬美牛 民進黨也曾經佔領了 是立法院的一場五天四夜 蔡英文曾經帶領民眾上街頭 但現在當家執政 那些為台灣人健康守護的主張 通通是船過水無痕 國民黨就批評蔡政府 這美豬美牛當成政治談判籌碼 執政之後態度更是發假丸 在處理流浪問題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跟我們參選過 沒有跟國會參選 沒有跟在野黨參選 根本沒有告訴我們的社會大眾 他在談什麼 他要做什麼 這種政府是不透明的 是欺負民眾的 2009年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 反美牛走上街頭 當時是這樣痛斥馬政府黑箱作業 想不到這字字句句 此刻卻穿越時空打臉自己 蔡政府以突襲方式宣布 瘦肉將美豬 30月零以上美牛開放進口 時間再到2012年 立法院美牛進口表決 在野的民進黨立委 在議場內夜宿了五天四夜 民進黨議場場記者會 看得到現任副總統賴清德 也看見昔日律委如今全國第二大養駐縣 縣長潘孟安 無能的總統 對於這樣的黑心內閣 我們請求我們全國的人民 告訴他們 跟人民站在一起 捍衛國人的健康 而不是只有聽黨議 而不順民意 在野時問了美牛美豬議題 中南部律委呂杠中央不惜宣戰 當時口口聲聲喊的 為健康為人民 如今卻通通船過水無痕 在野的時候 你們說跟人民站在一起 要顧食安 要顧健康 強烈反對進口 執政的時候 就棄民於不顧 民進黨也必須對過去的立場 今天這樣180度的大轉變 應該要跟國人道歉 過往衝撞體制 深思力竭模樣還歷歷在目 如今美豬美牛淪為政治談判籌碼 說開就開 也難怪藍營立委跳出來轟 卓勢緊飛 謝謝你配身小友台報導 蔡政府宣布美豬開放進口 讓最大養豬大縣 因為縣豬農跟縣養張立善 開曝中央 對養豬戶造成重大衝擊 就連今天跟蔡總統結束便當會的民進黨立委 其實心情也很沉重 像是過去曾經抗議美豬的嘉義立委王美會 壓力大陸哽咽 還也喊話中央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而就在蔡政府宣布開放美豬之後 屏東縣養豬協會理事長潘廉舟 也被獨家職級現身農委會被找去開會 不過談到這個美豬的議題 他也表示十分無奈 臨時開還是說自己 臨時開的 臨時開的 就在總統蔡英文宣布開放美豬美牛後半小時 屏東養豬協會理事長潘廉舟也現身農委會 為了美豬開放被找來開會專程北上 當然我們是絕對 團隊到底的啦 不過現在的情勢可能嗎 不過如果政府真的鎖不住的話 我們也期待政府要有作為 不要犧牲農民喚起國家的利益 眼看政府美豬這回守不住 養豬協會想跟農委會反應什麼 恐怕更難 但面對養豬戶的一片罵聲 心情實在無謂雜陳 政府開放進口的話 我們可能會面臨到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豬農呢 可能也會面臨到整個 有沒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 養豬最大縣父母官直接砲打 中央南部縣市的民進黨立委 更是能躲就躲 可以聊一下嗎 結束和總統便當會話沒多說 但從臉色和動作 看出中南部立委心情都似乎不太好 出身養豬第二大縣的屏東立委莊瑞雄 嘴上說會溝通 表情卻是凝重 政府當然會有相對的一個因應 部分區立委得聽黨議 回去跟支持者好好溝通 選區也有養豬戶的嘉義立委王美慧 壓力大到眼眶泛淚 真正我也是有空抗議過的人 我出來的時候心情有一點點燈 所以說走過 真正你做過什麼 應該是大家都會現在攤開來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網美慧這話要講給高層聽 但服務院已經決定帶著鋼盔向前衝 綠尾的無奈也只能隨風 記者黃明君李宣 SG小組台北報導 獸肉精美豬宣告開放被解讀式妥協食安 來換取台美經濟合作 專家就點出了以現行的國際標準獸肉精10PPB 台灣從原本零檢出放寬 一旦萊克多巴胺長期殘留人體 就可能會造成有心悸或是心血管疾病 還影響食慾等等問題 日後開放進口得要小心勝選 不過農委會就強調了比較國際標準 訂出比美國跟加拿大更嚴格的安全容許量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強調 萊克多巴胺的容許量 已經把國人的飲食習慣都考慮進去 這進口美豬預計在9月4號 會訂定萊克多巴胺的容許值 9月13號公告之後 在明年的元旦生效 大大被版有30月0以上的美國牛 但美豬用的卻是符合食安標準 美國豬肉要進口行政院之不想寫出來的瘦肉經 就是關鍵 依照國際標準科學的根據 那也要確保食安 這邊記者會上從農委會搬出科學證明 要大家放心 美國豬肉就是要進口了 特別說明的是 我們所有的執行 會預計在明年的1月1號來生效 在美豬 那是萊克多巴胺的一個安全容許量 會把國恩的飲食的習慣 各方面都把它考慮進去 衛福部也掛保證 會收住全民健康 但瘦肉經對人體有影響 交感神經刺激劑就是說 它一刺激你的話 你的心跳就變很快 氣管擴張 然後你全身就是要開始暴躁 血壓會上升 瘦肉經助長減體脂肪降低養殖成本 2012年聯合國通過萊克多巴胺殘留量值10PPB 合乎標準 只是長期吃內臟殘留人體可能造成心悸 心血管疾病影響食慾等健康問題 但台灣早已開放瘦肉經美牛 如今美豬也擋不住了 因為美國一直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經貿夥伴 那麼在我們要跟美國洽談怎麼樣提升雙方經貿關係的時候 美方常常質疑我們並沒有遵守國際規範的決心 拍板的美豬美牛進口 扶院黨一致認定 有助台美經貿合作提升台灣國際地位 但就怕人民的健康這回放在後衛 記者是文獻問宣 SNG小組台北報導 譯貸